我的日本婆婆6月7号离开了这个人世间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人慢慢的离开 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 记得在我童年时期 我经历过爷爷的去世时 我极度的不能接受 爷爷死去的事实很是伤心 今天在我这个年龄 我明白要面对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重点就是离开这个人间 我简简地描述一下我婆婆离开时的状态吧 6月6日晚上的7点多 我接到了我先生的电话 告诉我婆婆可能没有多长时间了 让我去看她最后一眼 我赶到婆婆的家 得知她的大女儿也从冰封的家里 在赶来的路上 我爸讲 母亲 大家在这里 嗯 嗯 ちょっと暑い 算是婆婆的三个孩子都在场 当我看到婆婆时 她还有意识 我告诉她 我带着孩子们来看她了 她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很急促地呼吸着 尽最大的力量 嗯嗯地回应着我 医生在我到达之前 告诉过她家人 她可能过不了今晚 当时看着婆婆还能呼吸又反应 我不禁纳闷 难道她真的过不了今晚吗 在那一刻感受到生命的无力 只能抚摸着她的背 尽力给她一些安慰 在那里面 看我看看 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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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 佐藤も来たよ 近場にいる人みんな来たよ 凛だけ修学旅行ってるからな 今沖縄や 婆婆今年3月因为肾衰竭租进了医院 之后病情稳定后回到了康复中心 在康复中心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然而医生告诉我们 她的肾衰是不可逆的 只会越来越早 让我们为她做好最后的准备 她的孩子们接受了这个事实 只希望在她离开之前 能够让她尽量不痛苦 这也是让她继续住院的原因 然而到了5月份 婆婆觉得自己好像没事了 渴望回家 由于目前的遗愿 贪望也受限制 也许婆婆想见家人吧 也许担心不能照顾自己 自理能力交叉的公公吧 所以她坚持要出院 于是在5月份她出院了 出院后 医生经常会上门指导 定期由护士和接护人员来照看 一切看似平稳 但后来婆婆开始全身肿胀 而且无法排尿 医生建议她再次住院 以减轻肿胀和解决排尿问题 但无法确定她的生命能维持多久 但她坚决拒绝再次接受治疗 在离世的一周前 我最后一次去探望她是 她告诉我她的时间不多了 并告诉我她购买了葬礼的保险 让我使用保险来处理她的后事 尽管我之前曾提到过 婆婆曾向我借钱的事情 但我知道她已经达到了她的极限 她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然而她嫁给了一个因破产而自我封闭的丈夫 之后的婆婆度过了她后半生的艰苦 她也没有太多的能力来改变家里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这一切吧 婆婆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充满了艰难 她嫁入了一个豪美 生了三个孩子 过着富足的生活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测 那年日本经济的一夜下滑 使得公公失去了所有的家产 对于一个在京都大学毕业的公公 也承受不了打击 突然陷入了自我封闭 不工作不出门 就这么公公的后半生 都是在自我封闭的家里度过的 此后想想一下婆婆是如何带着三个 还未成年的孩子度过她的后半生的 不仅照看自我封闭的公公 还要遇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生活就是如此 充满了不可预测 今天的富足不能代表一生的无精无懒 因为公司的倒闭 就这么打垮了一个正值当年的高材生 真的人活着绝对不是进了一流的大学 而是要学会有一颗健康的心态 学会面对人生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婆婆时 公公告诉我 她俩天天吵架 以前婆婆一直照顾着公公 但随着她身体的衰弱 她已经没有能力再照顾公公 也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了 我想这也是她拒绝再次接受治疗 以延缓生命的原因之一吧 她不愿意接受治疗这件事 她的孩子们也没有去说服她 只是希望离开前能够让她身体不受痛苦 这么就好 6月7日的凌晨4点7分 她停止了呼吸 6日的晚上 我看过她后 因为有孩子 我回家了 她的三个孩子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直到她离开的那一刻 对孩子也算是没有遗憾吧 后来我的先生告诉我 在婆婆最后的几分钟 她的呼吸变得更加的激粗 身体突然静远 扭露了几秒 然后突然整个身体松弛下来 停止了呼吸 婆婆在她三个孩子的扶握下 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也许不管是对她的孩子们 还是对婆婆 并没有遗憾吧 婆婆的离世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逆转 她的离去 是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无法逃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将面对更多 老被亲人的离去 以及自己逐渐衰老 和走向死亡的现实 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 在婆婆离世的葬礼上 我对于日本人 对待死亡的方式 有了更深的理解 葬礼上 没有人大声哭泣 大家都保持着淡定的态度 人们在宴席上 谈笑风生 在去活葬场前 送别是虔诚的地上花朵 放在棺材里的婆婆的身边 活化后 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稍后的骨架 详细讲讲了每个部位 特别是喉咙处 做着一个攀腿而打坐的复古相式 大家感叹着身体的奇妙和不可思议 像是欣赏一个艺术品 没有哭泣 也感不到悲伤的愤慰 最后在宁静而庄严的气氛中 家人们用猪筷子 博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将稍后的骨架 从头到脚 一步一小点 放入骨灰盒 以前我无法理解 日本人这么平静地对待亲人的历史 但现在我理解了 也许这是日本人接受死亡现实的方式 并不是他们亲情淡薄 而是他们不想让悲伤和痛苦 淹没整个场景 而是选择以一种尊敬和感激的态度 来面对离别 在婆婆的离世过程中 我也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短暂 我们不能永远拥有亲人和爱人 他们最终会离去 我们应该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每一刻 并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激 尽管面对死亡是困难而痛苦的 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生命的衰老和离别 因为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面对死亡的这个话题 许多人通常感到不舒服 讨论他就像复及了金鱼一样 大家都会回避不谈 但在我生活日本这么多年 我也经历过先生亲戚的历史 他们不忌讳谈虑死亡 一边是先生 他也经常和他的父母谈论 他们死后该怎么对待 我感受到我先生的家人 面对亲人的离世时 有伤心但没有遗憾 因为他们做到了离别前的准备 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不可避免的现实 年轻时我们可能觉得 死亡是遥远的事情 但我们不应该是其微 原在天片的事情 而是将其看作正在发生的事情 每个小时 每一纷争的流逝都意味着一种死亡 因为那些时间过去了 无法再回来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 只是我们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生命是无常的 我们常常通过新闻看到死亡 随时都可能发生 可能是一场重病 一次交通事故 甚至是一场自然灾害 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即使没有任何外界因素 生命也只有四千多个星期 三万天而已 生命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这样的数字可能听起来陈词难调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越发觉得这话非常的有道理 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挫折 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 还是感情上的痛苦 我们都会提醒自己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 挫折和困境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不算什么 即便我们很有钱很有名 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很好的收入 生活一帆风吹 我们也应该知道 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避免我们陷入患得患失的陷阱中 接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事实 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吧 我婆婆走之前 因为没有力气收拾家 看着行动不便的公公 再看着灵亮的家 我想收拾 又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事情了 不是埋怨婆婆 而是想着让自己在有生之年 尽量把自己的物品减少到最少 避免留给后人 留下障碍 在婆婆纳鼓后 我想我会去婆婆家做断食礼拔 按订阅我们的为啰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